为提升县内机关主管重大企业自主盘查能力 华莲县环保局特别举办ISO14064国际标准的温室气体管理人员盘查计算训练课程 期盼藉由课程学习如何进行单位内部碳盘查 还有后续碳中和策略推动 要迈向花莲县2050静零目标 为了推动华莲县2050静零路径盘查 为了各策略推动中的基础 华莲局在1月2号扮演的花莲县推动气候变迁 调试与庆零台盘公司会议 现在许中也在版本当中 4号下午前往主持会议 并且说明花莲县环保护局的决心 我真的觉得第一个知道一个概念 但是如何去推动那个方法实践的方法很重要 所以金零碳盘已经是全世界在推动的这个显局 而且必须要实际上落实去推动去实践 而这件事情地球暖化这件事情跟每一个人都有关 我们都是局内人而非局外人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环保局 在1月份的时候还是请洪耀明教授来到花莲来跟他分享金零碳盘的整个概念 以及世界观 那2月初我们就开始启动了寻找方法对于自己公司或者是学校或者自己的单位里面如何去做自我检视 我们要做身体健康检查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身体上要更好的药方 主要先做自我身体健康检查才能够对症校药 今天能够做一天然后能够来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更多更多去实践 我想在实践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困难 或者今天上了几个小时的课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以后要去做检视的时候 或许你点到那个表单的时候你会觉得下笔好难 那没有关系我们成立了一个辅导团来辅导大家 所以请大家勇于向前辅导团永远陪伴在您的身边 打个电话我们就过去服务好不好 为了推动县内机关主管重大企业自主盘查能力 因此已经安排在2月4号与南华大学合作 并且在环保局办理ISO14064国际标准的温室气体管理人员 谈盘查以及后续谈中和策略推动 训练课程完成之后将由南华大学颁发组织型温室气体内部查证人员 培训合格训练证书并且登陆6个小时环境教育人展减实数